有这样一伙劫匪 仅凭四把玩具枪 便抢走银行2500万美金 并在上百名特警的包围下 成功逃脱 而令人震惊的是 这是个真实事件 更离谱的是 这场世纪大结案的主谋阿劳霍 正是这部电影的编剧 他把他们抢银行的所有手法 细节 以及怎么在特警眼皮底下消失的 全部写下来拍成了电影 结果一下就卖爆了 最后比抢银行赚的还多 故事呢 起源于一个烟头 2006年的一个雨夜 阿劳霍正在路边躲雨 一辆飞驰的汽车 见了他一身水 手里的烟也被浇灭了 他随手一扔 烟头就顺水漂流 掉进了一个井盖里 阿劳霍一抬头 呵 对面不正是当地 最有钱的里渊银行吗 他脑子里突然就闪过一个念头 接着便顺着地上的井盖 一路狂奔 果然找到了下水道的出水口 整个城市的废水 都从这里排出 也就是说 这里能通向城市的每个角落 包括银行 于是 一个疯狂的计划 涌上心头 他要挖地道 抢银行 但这事靠他自己 肯定不行啊 好在他人脉比较广 很快就找到几个好哥们 组建了一支团队 可人手是够了 还需要资金啊 因为挖那样的地道 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 于是 在好哥们的推荐下 他找到一位职业小偷 马利奥 这人既有能力 又有钱 所以 刚开始 他还不屑跟阿劳霍合作 为了说服他 阿劳霍把他带到银行门口 先把卷尺顺到井盖里 然后 他们又来到下水道 找到垂下来的卷尺 阿劳霍看了一页上面的数字 兴奋地告诉马利奥 马利奥心动了 当即决定加入他们 人凑齐了 接下来 开始制定计划 首先 需要弄清楚银行的内部结构 于是 阿劳霍拎着相机 就杀到了银行 进来就咔咔一顿拍 这么明目张胆的行为 很快就引起了保安的怀疑 他直接把阿劳霍 带到地下室 进行审问 可阿劳霍 一点都不慌 这正是他计划上的一环 因为银行金库 就在地下室 只有这样 他才有机会摸进布局 而保安 在那摆弄了半天 也没从相机里 找到一张照片 原来内存卡 早就被阿劳霍 扣出来了 没有证据 保安只能道歉 并放阿劳霍离开 回去后 阿劳霍凭借记忆 很快就绘制出 银行的平面图 并精确标出了金库的位置 可经过研究 金库不能直接挖通 他们只能把突破口 定在隔壁 也就是阿劳霍 被审讯的房间 那么问题来了 到下水道的长度是18 那么只要再量出 井盖到银行的距离 根据高股定理 就能算出这个洞 需要挖多长 以及从哪个角度开始挖 可是直接拿尺子过去量 肯定会引起怀疑 于是阿劳霍 又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 劫匪在自行车胎上 划一条线 然后从下水井盖处出发 一直推到银行门口 数位下轮胎 一共转了多少圈 再乘以轮胎的周长 就算出井盖到银行的距离 是7.1米 而井盖到下水道的深度 是18米 这样一来 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都有了 根据高股定理 很容易就算出斜边的长度 也就是要挖地道的长度 再用反正切函数 准确算出挖地道的角度 所有问题都解决完了 他们就开始挖地道 可挖着挖着 马里奥又想到一个问题 银行的安保系统那么强 咱要挖到银行 肯定会触发警报啊 况且金库的大门 咱也打不开啊 大家一听瞬间懵了 对啊 千算万算 最基本的给忘了 可这次 阿劳货也没招了 马里奥气坏了 合着 我的钱就白扔了 大家都白忙活了呗 说完 甩手走人 晚上 郁闷的阿劳货 仰望着星空 跟女友聊天 期间 女友的一句话 让她突然有了灵感 哎 我为啥非得偷呢 我直接抢银行不行吗 于是 她连夜找到马里奥 说自己想到办法了 金库的门 晚上是打不开 但白天营业时是开着的呀 咱干脆就白天进银行 到时候兵分两路 一伙人光明正大进银行抢劫 吸引火力 另一伙人 从地下倒进银行金库 开保险箱 拿钱 警察来了也不用怕 他们会认为 这就是普通抢劫 我们肯定会从正门跑路 绝对不会想到 我们挖了一条地道 所以 咱挖地道 不是用来进银行的 而是用来逃跑的 马里奥一听 眼睛都亮了 果然 思想一变 市场一片呀 第二天 他们就正式行动了 为了不留下指纹 他们把胶水 涂在手指上 然后分成两对 一对去挖地道 一对带好头套 拿着枪 分分钟控制了银行打厅 监控室的保安看到后 立马报警 警察迅速赶到 包围了银行 可劫匪们一点都不慌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第一步 劫匪先压着一名人质 走出大门 然后假装害怕 又退了回去 让警察以为 他们想从大门逃走 却无路可逃 第二步 把保安放出去 这家伙手里有枪 留着他 也是个危险 正好还可以让他给警察通风报信 让警察知道 劫匪手里有多名人质 因此不敢贸然闯入 第三步 破坏监控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 就这样 两对劫匪顺利接上头 他们从包里拿出工具 开始组装 这是一套特制的开锁机器 开一个锁 只需要七秒钟 这些保险箱呢 都贵私人所有 银行只收取管理费 里面存了多少钱 他们也不知道 但如果被抢被偷 银行将承担全部责任 不过呢 这些保险箱 有的是空的 有的是现金 还有的是金条 主宝手势 所以他们就像开盲盒似的 那就有一个刺激 而此时 外面的警察还一无所知 还在那跟大厅的劫匪周旋 而劫匪们也乐在其中 反正他们现在的任务 就是拖延时间 给开盲盒的俩哥们 争取充足的时间 接着警察还派出了谈判专家 而劫匪这边 由马里奥负责跟他谈判 马里奥早有准备 早在几天前 他就熟读了 警匪谈判手册 还专门报了表演课 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表演 更加逼真 果然一上来 他就先给警察了一个下马威 专家一听 嘿 这劫匪专业啊 立马招呼房顶的警察撤退 这时 一名人质想上厕所 劫匪嫌麻烦 直接把人给放了 警方还以为是谈判专家起作用吗 立马就放弃了强攻的想法 谈 接着谈 而这 恰好又给开盲盒的劫匪 争取了更多的时间 可就在这时 机器因为连续运转 温度过高 停止了工作 见过这样的劫匪吗 这个老太太生日当天 被他们绑架 结果 劫匪不仅给他搞了个生日蛋糕 还招呼其他人质 一起唱生日歌 玩事儿后 还非要送他生日礼物 什么礼物呢 接着又亲自护送老太太出去 可把老太太给感动坏了 一出门 就不断向警察夸赞 这劫匪 好人呐 一定要给个五星好评 而劫匪这一波骚操作 直接把警察给弄懵了 几个意思啊 这是 就在这时 负责开保险箱的两位劫匪 遇到了麻烦 机器因为连续运转 温度过高 停止了工作 阿劳匪一看时间差不多了 反正也没剩几个没开了 当即下令撤退 大厅里只留下麻利奥和警察周旋 其他人全都到金库 把现金和金条装袋 用接力的方式运到地道口 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 麻利奥说他们饿了 让警察点几份披萨送过来 没办法 警察只能答应 而等披萨的功夫 劫匪们已经把所有的钱 通过地道 转移到了下水道里的皮艇上 现在可以撤退了 临走前 阿劳货拿出一块红布 把他们的武器全部摆了上去 原来这些枪全是假的 他必须要让警察知道这些 做完这一切 阿劳货和麻利奥也撤退了 就在这时 皮萨到了 警察给麻利奥打电话 却一直无人接听 他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立刻带人往里冲 果然 劫匪已经跑了 经过一番搜查 警察发现了那个地道口 但上面绑着个手雷 也没人敢动啊 直到大厅传来消息 说劫匪用的枪都是假的 那手雷肯定也是假的呗 警察立即钻进地道 却发现劫匪早已跑没有了 此时 他们已经来到指定地点 这里有提前准备好的梯子 而负责接应的同伙 提前把车停到井盖上面 收到阿劳货的消息后 他掀开车板 打开井盖 用升降机把钱运到车上 然后 几人顺利逃离了现场 而警察这边呢 还在呆呆地看着玩具枪 缓不过神来 劫匪还给他们留了张纸条 上面写着 在富人区里 不用刀枪 没有怨恨 只关金钱 无关真情 回去后 看了满满一桌子的战利品 劫匪们忍不住为自己鼓起掌来 他们迅速分完赃 纷纷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洗个澡都得带十几条搭建链子 金戒指 更是一个指头套好几个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他绝对算不上世纪搭建案 没过多久 一个劫匪报复之后 抛弃妻子 妻子一怒之下 来了个大意灭亲 到警局把丈夫给举报了 说他就是那起劫案的劫匪 抢来的钱就藏在家里的天花板上 警察赶到现场一看 还真搜到大量现金 当场就把劫匪给抓了 然后顺藤摸瓜 剩余的五个也逐一落网 至此震惊全国的世纪大结案 宣布告破 但故事还没结束 因为如何合理的被警察抓住 也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 毕竟那些钱都是黑钱 如何洗白才是关键 由于他们用的都是玩具墙 也没有伤害人质 再加上他们偷的钱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赃款 有官员贪污腐败得来的 还有的是干违法犯罪的事得来的 那谁敢领啊 反正到最后 他们抢走了2500万 可能找到源头的 只有117万 剩下的自然被定义为不是抢的 这样一来 剩下金额也不算多 所以这几个人没被关多久 就出来了 出狱之后 他们再次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 而阿劳霍呢 抢完银行还不满足 就投资并参与制作了这部电影 他在接受采访时 还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当我打开金库保险箱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我们的犯罪 跟这里面隐藏的罪恶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